耶和华有年龄的爱 请有风声无尽的恩典 从更多直到永远 耶和华它是我的生 祝我们感谢你 使你的恩典都够我们使用 即便在患难中 在困境中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这些的患难困境里头 我们遇见了你 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 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就祷告说 神啊 当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 我们愿祷告说 主啊 让你的话来挑望我们的信心 主啊 让你的话来对我们来说话 主啊 祷告 让神你的灵自己来挑动我们 弟兄姐妹的心 好叫呢 当弟兄姐妹听到你的话的时候 他们抓住你的话语的时候 这话语要成为活的 这话语要成为生命力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果效 主啊 我祷告 你就祝福 你恩高说的 也恩高听的人 奉耶稣就有名祷告 阿们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字叫做传说 传说 那按照英文的字典 也按照我们现在所认为的 以为说 传说就是一个传闻 一个传闻 一个不属实的东西 我们以为是这样 但是后来我去查了 汉语词语的解释 他怎么解这一个字呢 他解释说传说 是在文字上未发明的时候 当人们要记录历史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 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叫做传说 可以明白吗 叫做传说 那如果你不说出来 你就不能传开 今天如果耶稣在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说不出来 我就不能传开神的福音 那你知道 在使徒形状的时候 门徒他们说什么 你说他们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到处去传福音 你觉得他们说什么 你要记得 12使徒里面没有一个受过神学教育 没有一个是法利塞人 没有一个人是律法师 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他们是做木匠的 他们是做渔夫的 做税吏的 那他们到底传什么 想过吗 他传什么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常常有人告诉我说 小丽 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 传福音太难了 属灵定律我可能都讲不清楚了 我只会讲一个 不好意思 如果真的说中你的话 我不是有意冒犯的 但是我真的是 这一个事情也困扰了 我小时候也是这么样信耶稣的 你没信耶稣 死后你会下地狱 就用这样的被恐吓的 说好好好 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 可是你知道 我就是这样子被恐吓 小时候就是这样被恐吓 然后长大说 我去教会信耶稣 可是后来当我越长大的时候 不 我后来我明白了 什么叫做福音 福音是神的爱 福音 信了耶稣 不会下地狱 这个就是本来的事实 因为神的爱 本来就不要我们下地狱 可是在今生的生活 在今生的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要经历神的爱 是要经历神的爱 在你的患难困苦中 还在经历神的爱 你说难道信了耶稣 就一帆丰盛吗 不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信耶稣不是说 让你的人生变得很美 完美 什么事都没有 不 而是信耶稣可以让我走 继续走下这个人生 我有盼望 我就说一个我的故事 我的一个的见证 那你说他是见证 我可以说他是真的是一个见证 我小时候跌倒 曾经跌倒了 伤了我的腰部 那伤了我的腰部 当我那个时候家里都没大人 所以我也没去看医生 也没去照x-ray 就是这样子好了 那么我记得 那个时候受伤的时候 一直十岁嘛 一直三年 一直到我的中学的时候 我曾经 我连这样子做不能做 我一做起来的时候 我的整个尾骨那一边 就痛得我整个不能够起身 痛得我不能起身 连上厕所坐在那里都不行 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 我说主啊 求你医治我 求你医治我 可是我受了三年的苦 可是什么时候好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相信的是神会医治我 那么一直到现在 我长大了 年纪不小了 但也没很老 还是很年轻 我还是很年轻 可是你知道 但是我常常都 为这一件事感谢神 为什么呢 有一天我突然间发现 我出问题了 我有一天躺在船铺上的时候 我发现我起不来了 我整个背后 整个腰背后 是僵硬的 是僵硬的 连我躺在船铺 我要翻身 我都不能翻身 就是这样子 疼痛僵硬在那里了 后来我说 主啊 你可以医治我吗 你让我可以 我可不想一辈子 躺在船铺上 我还要继续 事奉你呢 那你们说 上帝有医治我吗 我告诉你们 那个疼痛还在 那个疼痛到今天还在 但是呢 我告诉你 我今天能站在这里 我每一天可以起床 我每一天可以不痛的 或者稍微痛一点 但是至少不是僵硬在船铺上 而是我可以站起来 我为着这个来向神感谢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神迹 我每一天可以活着的一天 它是一个神迹 我还可以起来走路的那一天 它是一个神迹 你说我跟神祷告很久 我说主啊 你好不好 你就医治我的这个背 不然的话我稍微劳力活多做一点 第二天可能我的腰就痛 酸就不能起身了 就痛了 我说主啊 你好不好把这些给挪走 但是神一而再的 让我看到 祂的恩典 所以我还活着 所以我今天还能站着 还能走路 还能弹吉他 还能唱歌 这是一个恩典 这是一个感谢神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 传说 传什么呢 传神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中 传神的恩典 那这个是有一个秘诀的 有一个秘诀 那我们先来读这个圣经 读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我的神 我的王啊 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远 远远称受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受你 也要永远远 诈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诈美 其大无法测读 你看 这个圣经呢 是大卫写的 大卫在呼吁人说什么呢 我们来称颂耶和华 我们来诈美耶和华 诈美上帝什么呢 请看这一个字 他说 诈美称颂 你的名 诈美你的名 如果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 你注意 只要大卫说一句话 他说 我们来称颂神 我们来赞美神 都已经带着 你的名 称颂 你的名 带着你的名 好 那么呢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经文里头看 我们从其他的经文里头说 你看 耶和华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 称谢你 然后歌颂 你的名 称谢你 接着来 我们来看 我必叫你的名 被万代记念 所以万民要永远 远远的 称谢你 诶 这大卫写的 他说什么 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 今天我们在神 我们都可以在神的殿中歌唱 那 弟兄姐妹们 也没有曾经在外邦人中 在不信神的人中 唱 赞美的歌 说哎哟 我很怕 他们不相信 不 大卫说了 我在外邦中唱 你的名 歌颂你的时候 万民呢 都要知道你 他们都要听见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为什么呢 在以色列的文化里头 就是旧约圣经的文化里面 你找不到 你在旧约圣经呢 你找不到 他们说 谢谢这两个词 你找不到 你说哎 那他们怎么说感谢呢 谢谢 没有 他们在他们的观念里头 如果我要对神 或者我要对一个人说 感谢的话呢 那就是我要向他人传说 失恩者的名字 我们再来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如果今天我要感谢神 或者我要感谢某一个人呢 那就是我要向他人传说 失恩者的名字 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 立香传道 我在立香传道 他弄的很好吃的包子 还有 还有什么 打卤面 大卤面还是打卤面 他弄的好 那对 然后他就给我吃 他今天他给我吃 然后我就跟立香传道说 谢谢谢谢 我告诉你 这不是以色列人的文化 他们的文化是什么呢 他的文化就是呢 我去跟孙宁说 我去跟孙阿姨说 说什么呢 孙宁你知道吗 立香传道好棒耶 他好爱我 他怎么 他弄的包子 他弄的打卤面给我吃 孙阿姨你知道吗 立香传道 他弄的包子 弄的打卤面给我吃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文化 他去向别人 来诉说 神的名字 他不像我们今天 只是在神的殿中 唱赞美歌 然后也不像 也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 只是在神的殿中唱歌 然后我们自己小组里面 分享见证而已 不是的 以色列人文化 如果你继续读他的圣经 你会发现 他就一直在说 诉说传说神的名字 就好像我们刚才 Jimmy他刚才带我们所唱的诗歌 对不对 这代到那一代 要传出去 传什么呢 不只传他的名字 还要传 他的作为 所以你在历代以来 所写的诗歌 所唱的歌呢 都是为了传达给别人听 神的大能 所以唱诗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基督教的文化 敬拜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你不单唱给自己听 不是在我安静的时候 或者在神的殿中唱 而是你要唱给外班人听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常常有大步道家 唐从龙的步道会 肯定都会有唱诗 他唱给谁听 他唱给外班人听 不是唱给自己听 不是唱给我们信徒听 而是唱给外班人听 唱什么呢 唱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 经文我们来说 一起读 有三 这代 我要 让你的大能 我要默念你 威严的尊容 和你奇妙的作为 人要诉说 的能力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他们纪念你的大恩 就要传出来 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传说你国的荣耀 讨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 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这里所说的 他说我们要跟别人传什么 不是传审判 不是传定罪 传什么 传神的大能的作为 传神的爱 传神的能力 传神的大德 什么是神的大德 什么是神的能力 圣经里头不就是神的能力 不就是神迹奇事吗 对不对 圣经里头神的大德 不就是他的慈爱 他的恩典都在我们身上吗 是不是 所以弟兄 今天呢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明白一件事 神爱你 他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行神迹 这是圣经里面说的 你说 真的吗 为什么我求这个没有 求那个没有 求这个没有 对不对 因为 因为我想做自己的神 所以我求这个没有 求那个没有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神 我把上帝当成是阿拉丁 上帝啊 我现在要这样子 上帝啊 我现在要这样子 你现在要给我成就 如果你不给我成就 你就不是 你好像不是真的神 因为我们自己当神 神是阿拉丁 不是的 那我们来说 再来我们到会来说 送在你的作为 传扬你的大能 可谓知识的能力 传扬你的大德 这些很重要 之后呢 纪念你的大恩 要传出来 要歌颂你的公义 传说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你知道在这里的纪念 其实原文叫做 庆祝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神的家中 我们应该是要欢喜快乐 吵闹的 有谁在庆祝你的儿子结婚 或者是在庆祝 你儿子 或者女儿毕业的时候 你一 我们去餐馆 开了香槟 是这样安静的 我们今天恭喜我们的大儿子 他拿到博士学位 而且是拿了最优 最优的成绩 老虫不是一片安静的 有可能吗 不可能的 所以圣经大卫说呢 我们要欢喜快乐 我们要来庆祝 我们要高兴一点 这是以色列的表达方式 以色列表达 来再跟我述说 跟我再说一次 以色列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 当他们说要感谢的时候 他们要说什么 一起说 传说 是恩者的名字 即传扬 他的作为 这一个很重要 当我说很重要 他就是很重要 不是我说的 是真的是圣经说的 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在圣经里头 你知道这一个的举动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做见证 对不对 今天我得救了 我在台上 我分享说 耶稣怎么样帮助帮助我 耶稣怎么样救了我的婚姻 耶稣怎么样救了我的家庭 耶稣怎么样在我最没钱的时候 我人生最邋遢 最落魄的时候 耶稣拯救了我 对不对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讲 做见证 这就是做见证 对吗 对 那我今天要告诉你 做见证的原文 是这一个 叫做 今来我们来学一下 希伯来文 当我们可以明白 真正圣经原文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的思维可以改变 然后神的话 就可以产生果效 希伯来文是从这边 读到这一边 就是你们的 你们的右边 读到左边 所以这个字叫做 这个字呢 好 从那一边 那一边 这个字读 跟我读一次 一 二 三 阿音 Delete 阿音 Delete 就是见证的意思 他说什么呢 阿音的意思是眼睛 阿音的意思是眼睛 Delete 意思是一个门 OK 可以清楚啊 眼睛跟门 见证 眼睛跟门 什么关系呢 好 在这里 看看你们的右边 右边 阿音 他是一个眼睛 他说什么呢 你所看见的 你所知道的 你所经历的 你所明白的 有关神的事 要做什么呢 这些 你看见了 你经历了 要说出来 为什么呢 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有这一个的功能 旁边这个 像七 这个是一道门 一道门 就是生命之路 生命的门 当你把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你所知道的 你所经历有关神的事 告诉别人的时候呢 听的人 会因此而走进一条 生命之道 这样子可以明白吗 听的人会可以 可是呢 同样的 如果你把所听 所看 所想 所经历的 把它变成一个 负面的批评 把它变成一个 负面的论断 你就会引导 所听的人 进入一条 死亡的路 这叫做见证 阿音 那阿音 我今天把所有的东西 我要见到 所以这就是使徒们 十二使徒们 他们把他们所看见的事 他们看见什么 你觉得十二使徒 圣经里头的十二使徒 看见的是什么 他们看见的是 耶稣所做的事情 他们看见耶稣 所传天国的福音 有福的人 他们看见耶稣 所行的神迹 一起是那些受病痛的人 那些被鬼 被鬼扶的人 遭受的痛苦 他们看见耶稣 如何示范他们的自由 他们看见耶稣 跟他们说 天父的心意 神国的事情 但他们把他说 所以今天我们有福音听 今天神示范我们的自由 今天我们可以听到福音 就是因为 十二使徒们 把神所说 不单只是十二使徒 还有那其他五百个使徒 都有可能 五百个使徒 两百个在神面前等候的 这些呢 他们都把所听到的 跟你旁边的人说 说了之后 带来的是什么 再做一次 说了之后 神就会再做一次 今天 见证没说出来 我们今天不在我们生命里面 说出神的见证 传说神的爱的话 神就不能够再做一件事 在别人的身上 你清楚我的意思吗 今天常常有人问说 我怎么可以经历神呢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如果会变成一个死海 每天只来教会的话呢 不说神的恩典的话 他会变成死海 变成死海 就是变成一个没有生命力的 没有生命力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一直去传说 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永留 就是这样子 留 留 今天比如说 今天我们的Lawrence 他赚了钱 他说我要给神的国 然后我要做见证 说上帝怎么祝福我 当今天Lawrence 讲了这一个见证之后 台下听的人 他说 神啊 这个弟兄有这么信心 我也想要跟他一样 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 上帝就会再做一次 Lawrence的见证 在那一个听的人身上 所以今天你渴望 如果你渴望神在你生命中 做新的事情 去听 去听见证 挑望你的信心 挑望你的这一个 你原本没有信心的时候 主啊 我听了 你在别人身上做的事 今天你同样也要做在我的身上 所以传说就是见证 传说就是见证 见证就是再做一次 所以历代以来 2000年到现在 神的神迹其事 神的作为 一直不断的在重复着 这就是见证 我们一直所传的见证 那我们来看圣经 我就把拿了一个圣经的比喻 给大家看 有一个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123 有一个女人 患了12年的血肉 来到耶稣背后 摸了她的衣衫碎子 因为她心里说 我只摸她的衣衫 就必成欲 耶稣转过来 看见她 就说 女儿 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从那时候 女人就成欲了 这一个故事 在四福音书里面 三个福音书都记载了她 马太马可路加 而且这三本的福音书里头呢 都只用了三节的经文 来讲述这个的神迹 三节的经文 而且我要大家注意的是 这个字 摸了她的衣衫碎子 我不是叫你今天去摸 摸临床道的衣衫碎子 她摸张床道的衣衫碎子 摸了她就会得医治 不是 我要大家注意的这个词 是跟接下来我们有关 我们来读这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 只是这样说的 他们 就是耶稣 过了海 来到格尼撒勒地方 那里的人 一认出是耶稣 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 带到他那里 只求耶稣准他们 摸他的衣衫碎子 摸着的人就好了 这边十四节 也出现了一个 十四章也出现了一个 摸他的衣衫碎子 这个故事 跟我们之前面 这个段发生的事 以及到这一个 有一段的距离 而且是在不同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他们都 知道有一件事情 叫做 我摸耶稣的衣衫碎子 我就会病好呢 你有想过吗 没有读过 我想大家也没注意到 这个新闻 为什么呢 我知道 肯定这个女人 当她被得医治之后 她去传见证 而且这个女人 我觉得她也不是 熟读圣经的人 熟读圣经书证 她不是 因为她是晃上一个血肉病的人 你要知道 血肉病的人是 不能出去外面 跟人家社交的 因为她碰到什么 她就是不洁净了 所以这个女人 肯定没有什么社交村子 但是一刹那间 她却成了大不道家 而且我 我特别去 试了拿着圣经 这个经文 我读了 你知道 我读了之后 花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圣经已经读完了 这个故事已经读完了 也就是说 这个女人 可能搞不好 她花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讲完了 她的见证 所以这个见证 传传传传传 到处传 传到来 就有人听到了 她说 我们 曾经听到 有一个女人 患上病女人 12年了 她去摸耶稣的衣服 穗子 她病好了 我也要 我也要得医治 所以圣经说 只准 所以她只求 耶稣准他们 摸她的衣裳穗子 之后圣经里头说什么呢 摸着的人都好了 你说 那 那我生命中 有一些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你去找 跟你有相关 肯定跟你一样 有这个问题 可是她经历过 神的恩典的 你听她说 你听她说 她会给你信心 你听她说 她怎么经历 神的恩典 你的信心 就会被挑战起来 如果今天呢 我的 今天呢 比如说有一个 我今天要辅导一个 婚姻出状况的人 婚姻出状况的人 我还没 我没经历过 他们的婚姻的难处 所以你来找我 我顶多把神的话跟你说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不能跟你感受 同样的事情 然后你可能会从我这里 得不到 你的鼓励 你信心也得不到安慰 你得到的只是圣经的话 对他们来说 对这些 放在困境里头呢 他们会有时候会把 圣经的话 当作是一个激励 话语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找一个 从 曾经从婚姻里头 走过来的 这个的见证 一个姐妹 跟她在一起的话 她心情就会被提升 她也会相信 神 也会在我生命中 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这就是再做一次 我记得 Bill Johnson 曾经讲过这么的一个见证 Bill Johnson 就是在美国 波特利的教会 波特利的教会呢 是以经历神 跟神迹奇事 神的 医病的 这一个的教会为主的 那 那这个 这个Bill Johnson 他说了一个见证 有一个女孩 她 不能脚不能走路 那她脚不能走路的时候 当场在聚会里头 被医治了 当场在聚会里头 被医治的时候 她就跑跑跑的说 父母就带着那个女孩 在台上 就做见证说 我的女儿本来就不会得医治的 可是 后来神医治她 OK 我先在这里 见个岔开一个 他们这一些 被神医治的这些人呢 他们都有一个团队 叫做医生专业团队 医生专业团队呢 会邀请这些父母 你说你的孩子是生病的 你孩子是怎么样的 请你 把你的加医的报告 写给我们 你让我们知道 这个孩子是有医学报告的 而不是乱来的 所以在他们所发出来的 这个的见证 都是有经过医学报告的 所以医生就说 这个孩子真的是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被祷告 因为为什么 因为真的是有 有时候真的是会 人家嘴巴 就是会说其他的话 所以就说你们这些是 偏的故事 或者说你们这些是 乱搞的巫术 或者毛三术 毛三术 所以呢 他们都由医生来验证 所以当这个女孩子 的妈妈在台上 做个见证的时候 刚刚好台下 就有一个女孩的母亲 她的孩子的病 跟台上的病 是一模一样的 跟那个台上的 那个孩子的病况 是一模一样的 当这个母亲呢 她听到她的见证的时候 她心里就说 耶稣 我也想要 今天你在这个孩子身上 做的神奇事 我也要 你在我的孩子身上 动同样的事 所以就在她 在相信的那一刻 孩子就找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在我们 医治步道会里头 常常都会有见证 分享的故事 就是这个原因了 因为呢 见证的意思叫做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 再做一次 神的工作 再做一次 我生命里面 真的 再做一次 你要说 我的生命 不知道 我的生命 好像枯干了 因为我们没去传 因为没去做见证 你整天在教会里头 我们整天都在教会里头 只是喂饱我自己而已 到最后会变成死害 可是当我传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的 恩典跟祝福 你知道我的家乡 不是我的家乡 我的老师的一个家乡 有一个老奶奶 她是他们教会传福音 最棒的人 老奶奶也只凭一招 也凭着一招 招数 她就带了 整个教会里头 她就带了七百多个 人信耶稣 我说 我说主啊 我很惭愧 我不如这个脑奈 我 我这一生都还没跟七百个人 传福音过 七百个人唱歌有 但是七百个人传福音过 我还没到我还没有呢 你知道奶奶只说一句话 我们这里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都可以 奶奶只说一句话 耶稣爱你 她凭着这一句话 耶稣爱你带了七百多个人 信主 你说 你说不用说那么多道理 不 她只说 耶稣爱你 奶奶们就听 每一天 她就走到那条街 就走到那条街 看到每一个人 看到她的人都说 耶稣爱你 说了 说了 之后呢 人家就开始就好奇 你每天都听到你说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那耶稣是什么一回事 奶奶就说 你要听是吗 你来教会 我的传道会 可以跟你讲 讲给你听 我们教会有很多见证人 他可以告诉你 耶稣的爱是怎么样的 就凭着耶稣爱你 就带了好多人来信耶稣 所以 传福音 不是我传道人的专利 圣经里头没有说 是传道人的专利 圣经里头说 是神的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都要传福音 那 那我说了 我刚才说了 传说 就是见证 对不对 那见证是什么呢 传说就是因为 我要向人 感谢 我要向神 献上感谢 所以我要跟别人传 是吗 那 很有意思 今天2019年的 最后一个星期 我要跟大家说一说 一些的先知性的话 先知 在 今年是 现在是5780年 2019年的 9月 10月份开始 是5780 你记得是 犹太人的日历 5780年 那他们说 以色列的日子 是用10年 10年 10年来算 如果你抓住 先知性的话 你就蒙福了 因为圣经里头说 你相信先知的话 你就得到先知的赏赤 那今天我说的先知话 请不要把我的 所谓的先知的话 跟圣经里头的 旧约的先知来比 不是 而是我现在说的先知性的话 是 神对着现在 这个时段 跟季节 来说话 你或许可以说 我从来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先知性的话语 我都不知道 小列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试一试 你就会经历 我在新西兰的路程里头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因为 偶尔的时候 读到文章的时候 读到文仔的时候 先知性的话 就让我从里头 得到 得到亮光 神就打开了那一道门 先知性怎么说呢 先知性的话是怎么说 五清八零年 就是从2019年的十月 一直到 二零 这叫十四 二零二九年 二零二九年的十月 是一个新的季节 这个季节叫做什么呢 这个季节叫做 口的季节 跟你旁边的人说 口的季节 对 诶 你说什么意思叫做 口的季节 口的季节呢 你看 再教你一个字 这个符号 希伯来文 他的这个字呢 叫做八十 他的 发音叫做配 八十 那这个嘴巴呢 是一个像一个舌头 对不对 那舌头 这样子 跟你的口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呢 接下来的 五 二零 一九年的十月 一直到二零二九年的十月 我们的生命的观景 跟你嘴巴说出来的话 有关系 我们生命的观景 跟你嘴巴说出来的话 是有关系的 在这十年 那在 五七七零 就是过去的 二零一九年 前十年是什么 是看见 眼睛要看见 所以在五七七零年 一直到 从 五七七零 就二零零九年 一直到二零一九年 我们看见 神在这个世界 很多的局势 对不对 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的翻转 很多事情发生 什么 什么中国 美国 又什么 很多的新闻 那是看见神的作为 可是在 在二零一九年 接下来是跟你的口有关系 这口是什么呢 见证 祷告 跟神告 所以2020年 接下来下一个主日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季节 那我们要做一个选择 我的口 是要说神的话 是要顺告神的话语 还是我的口 还在说我的问题 你知道以色列 以色列的失败 在哪里吗 以色列的失败 就是在他们埋怨神 前一分钟才经历洪水被打开 下一分钟 没东西吃就埋怨神了 嘴巴 那在5780年 2019年 我鼓励大家 我们用我们的口 来述说 神的荣耀 神的大能 当你说 神的荣耀 神的大能 再一次的 发生在你生命里面 你会发现 你生命就会一直 不断的经历神迹 我记得我们家 有一个姐妹 她是卖 保险 保险业的 她是保险业的 那保险业就是 每一天要追业绩嘛 那我就 我就问这个姐妹 我说 这个姐妹 你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样拼到你的业绩的呢 那这个姐妹告诉我 我不知道 她说我也没去找人 那我说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每天躲在家里蹭脚 她说呢 我常常 告诉我的客户 我就跟他们说神的见证 她讲 久而久之 我的生意好像 他们自动就来找我 而且呢 是客户自己来找她 你知道 客户自己来找她 那我说 那你通常在那边做什么 我还是跟她说 神的见证 卖保险的 不说保险业 去说神的见证 对啊 但是 感谢神啊 她年年都 都达到 他们的婴儿 对啊 所以神在做 神在做 所以呢 这里说我们要感谢神 那之后呢 我们要明年的时候 不是明年 而是现在就要开始 我的口 要传说 我们要祷告 请祷告的时候呢 这里的祷告的意思 是 申告神的话 拿住神的话语 我站在神的应许上 祷告 而不是站在我所看见的事情 主啊 你现在帮助我们的教会 主啊 你让我们的教会 更多人进来 这是我们的想法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站在神的应许里头 神啊 你的教会 是有你的灵运行的 你的教会是复活的 大能的 凡来到你教会里面 他们要得到自由 因为这是神的话 所以这样的祷告 叫孙告 我们要记得 我们见证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孙告 是要说谁的名字 要说神的名字 所以我们阿姨 我们的爷爷们 我们还有我们这边的 年轻的弟兄姐妹 哥哥弟弟 弟兄姐妹们 述说神的言语 述说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 你会发现 神迹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神迹会一次一次的发生 记得神迹不是在 你看见之后 你才相信 因为我们都是已经蒙福的人 我们都已经相信了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是要站在 神的应许里头 这个很有意思 它是这样子相反的 对着未信的人 神迹立刻会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神迹是见证上帝的道 可是对着我们基督徒来说呢 神迹是在你选择 还没看见的时候 你就相信了 我曾经很纳闷 你知道我曾经很纳闷 一件事 我说了嘛 我很相信圣经的话 神迹其事 对不对 我很纳闷 上帝为什么我为这个病人祷告 他不能得到医治 我为那一个人祷告 为什么他得不了医治 后来 我说神你的话不是真实的吗 圣经的话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说上帝你是不是在说 你这个事难道是以前才发生吗 还是因为我读圣经不够 我祷告不够 所以神迹不能发生 我都有这些的疑问 后来呢 我得到一个答案 如果今天我为一千个人祷告 他们都没得医治 我还会相信神是医治的神吗 得不得医治是上帝的工作 那你相不相信 今天你还没看到结果 你还相信吗 可是有一些人 他就把这些给舍弃了 他说 我们不要追求神迹 反正都不懂会不会发生 算了 不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冒险里头 错 上帝一不一 是上帝的事情 而是我有没有相信神的应许 那 到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那总结就是传说 什么都可以忘记 我之前说的那些 很多你都可能都 都不会从不记得 可是一定要记得是什么呢 传说是什么 做见证 跟我说一次 传说就是 做见证 而做见证的动力是什么呢 感恩或感谢的心 感恩或者感谢的心 我对神感恩 所以我向别人 传说施恩者的名字 传说施恩者的名字 当你传说的时候的结果是 再做一次 你越说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越多在你生命里头 为什么呢 因为神本为上 他的慈爱永远残存 但我说传说见证的时候一定只有一个点 神本为上 他的慈爱永远残存 有人会说 如果上帝你是善良的 你为什么 让我经历苦难 上帝如果你是善良的 为什么我们的签证还没批 上帝如果你是 善良的 为什么 我的婚姻要经历破碎 或许你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答案 苦难就是为了要磨练你吗 上帝把苦难放在你的生命里头 就是要磨练你吗 不 弟兄姐妹 不是的 这些苦难是本来在这个世界就有的 而只是因为神 他要在这些事情上 他给我们恩典 你可以明白吗 神要在这个世界上 他给你恩典 他不是加苦难的神 我们当中的父母 有哪位父母 你为了要让你的孩子学功课 所以你给他苦难 有这样的父母吗 没有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你孩子会遭遇苦难 因为他不听你的话 所以他去碰钉子 所以我们的神 何尝不是这样子 他是本为上 他的慈爱永远残存 在我们所遇到的苦难 困境里头 是因为神插手里头 神插手介入在这一件事情上 所以我们看到了神 伟大 我们看见神伟大 所以当中我们有弟兄有姐妹们 如果你现在在面对一个困难 或者一个难处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要呼吁大家 你先送赞神 耶和华 本为上 上帝是善良的 他的慈爱 在我的生命里面 他的慈爱永远残存 他慈爱永远残存 不然的话 你看以色列人 一次又一次地背叛神 神继续爱他们 对不对 所以让我们 让我们读这个经文 来作为我们今天下午的结束 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但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 复辟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 你一切所造的 都要称谢你 你的圣明也要称谢你 所以大卫写完这篇诗的时候 他就说了 耶和华 有恩惠 有怜悯 他是善待万民的 他的慈悲 复辟着他一切所造的 所以我们要称谢他 所以我们要传说 神迹 所以我们要传说神的恩典 但我们越说 你发现恩典就越多 圣经的原则很奇妙 他说 你有的 我还要加给你 你有的 我还要加给你 你越说 我加给你 你越给 我就更给你 这就是圣经的原则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里有成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舍免你一切过分罪念 我还要加给你 我还要加给你一切过分罪念 我还要加上这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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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花有怜悯的爱 却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从更古直到永远 耶和花它是我的神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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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也唱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依然爱慈悲为你冠冕 为首曲的人深渊 天美的又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 懂得谁有多么的远 他是我的过分也离我多远 夜和华有年龄的爱 岂有风声无尽的恩典 从等候直到永远 夜和华他是我的神 从根谷直到永远 夜和华他是我的神 夜和华有年龄的爱 有名的太子 黄itu 国有岸 和华有恩典 心里面